天儿的性命就在你的手上了 你要是娘的好儿子 就要听娘的话完成两个眼的重任 龙儿知道了 龙儿就走 龙儿夫汤打火 也要保护楚楚阿姨和天儿的周全 快走吧 龙儿 小心 娘 保重 龙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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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前辈 麻烦你 你有没有看到两个人从这里经过 小声点 不要大声说话 吓破了我的鱼 我明天吃什么 对不起 打搅了 请问 你有没有看见 小声点 不要大声说话 拜托拜托 拜托快走快走 走走走 你走那边干什么 你光山那边密林满布 你要运工疗伤啊 需要一个山野来藏身 刚才你还迫不及待十万火急 怎么现在就脚板生根不能走了呢 啊 千辈 莫非你就是那个暗中向我们师姨元首的高人 你说什么我听不懂啊 好 谢谢 这个老魔头还真有两手 幸亏我抓老骨头 要不然还真够瘦的呢 只要是自不量意跟他斗啊 还真够他瘦的呢 是否有可能 他就不应该承认我 他们都很难地 好 好 我 我 还真够你 你 我 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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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没事吧 没事 你怎么来了 龙儿呢 他已经去了五黄山 凤 凤 你没事吧 没事 凤 凤 你没事吧 你怎么来了 龙儿呢 允师兄 伤得这么重 你先休息一下 再给他治疗吧 允师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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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能死啊 允师兄 怎么会这样 他怎么了 刚才还好好的 医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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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疼